黄鸿生离世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凶手得到财产后移民到法国 今早在法国被抓了 被抓回国判罪 黄鸿生爸爸在机场看到 害黄鸿生的凶手就痛哭晕倒 小鬼黄鸿生于今年9月16日在家中逝世 至今过去两个多月依然令人难以释怀 留给众人无限怀念 11月28日是黄鸿生37岁的名单 小鬼生前的好友都在用不同的形式悼念他 台湾艺人KID林博生为小鬼的单曲 《我不是空笑梦》制作成MV 并在11月28日上线为黄鸿生庆祝诞辰 而黄鸿生生前女友群群在这一天 没有排任何行程 网友猜测是要将这一天留给最爱的他 28日凌晨 杨成林在网上发文晒照为黄鸿生 庆祝37岁名寿 并称这是他最后一次为他发生日祝福的发文 以后选择记在心里 还晒出与黄鸿生的几个好友的写真照 称他一定会喜欢 回忆拍摄当天的状况 字里行间满满的不舍与怀念 真挚有意令人泪目 杨成林对小鬼说 生日快乐 未来我不会再发你的生日 后文罗我选择放心里 反正这天我一直都记得 你知道的并表示自己会与永远铭记对方的生日 选择默默放在心里 晒出一张大学期间五个好友的写真照 其中杨成林 黄鸿生 徐伟宁都出道当明星 还有两个是圈外人 21年的友谊从未变过 杨成林在大学期间组成的五人团关系非常好 这几年他们经常聚会一起玩耍 感情随着时间加深 早已轻如一家人 在黄鸿生生前他们曾一起拍了一组写真照 五个人在一起的画面特别美好 黄鸿生身穿红色酒红色西装站在最前面 是照片中最耀眼最强劲的一个 个个都是帅哥美女 画面好扬眼 众所周知 杨成林与黄鸿生是彼此的初恋 他们在上大学期间曾谈了两年恋爱 他们和平分手后依然维持朋友关系 从恋人升级为朋友 见证了彼此的青春 一路相互扶持走到至今 21年的感情早已升华为清修美 是娱乐圈里非常罕见的情感升级 在黄鸿生刚去世后头一段时间 杨成林几乎每天在网上发文悼念黄鸿生 分享彼此间的过往点点滴滴 难舍之情易于言表 可见这份友谊的分量之重 黄鸿生去世两个月 杨成林已经慢慢平复心情 把对小鬼的思念都放在心里 网友们安慰送祝福 五不能缺一 抱抱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你 永远的五人帮 祝小鬼生日快乐在别的星球要好好的 生日快乐 快乐的男孩 不管在哪里 都要幸福 祝味 inpu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